那台北市谁要出来选呢 陈时中会不会只是备胎啊 民进党双北瞧不定 都在等他 等谁呢 现在民进党的双北提名 迟迟没定案 那立委罗志正 决定弃选新北之后 又传出 这陈时中是否也心灰意冷 担心脱下去又变备胎 萌生不想选的念头 真的不想选 还是在逼小鹰 赶快做出决定 甚至据说民进党 在等一个人 在等前副总统陈建仁吗 不过呢 台北市议员优时会 还有洪汉廷解读 他说呢 所谓的不想选 是陈时中在傲娇放话 给民进党施压力 对不起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请查明后再拨 谢谢 我不回动情况 没有没有 那时候他是打到我以前的电话 打我以前的电话 就随着约定 他跟我讲说有意图不合作 没有完全都没有收到啊 他知道了 他就我们就新换了一个电话 真的不是故意没有接电话 强调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要放在心上 跟林嘉隆两个人 因为仇恨之高这句话 都还没有破冰 就已经传出 陈时中都不想要选了 再加上林嘉隆又一直在旁边酸他刺他 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他现在有点传出说他在中 说我没算哦 我确定没算哦 这个是暗示说 民进党你赶快摆平林嘉隆 赶快拿轿 让我继续风光登场 我想如果限缩到台北市 会更严重 应该是全年龄的不满他 就算小英关爱的眼神还在 陈时中本人也有参选意愿 就连老婆大人都点头答应 连团队跟办公室都找好了 万事俱备现在欠党中要一句 救你了 这是放话的以退为进 因为他总是要告诉蔡英文 以及告诉上面讲说你们赶快决定 如果你们真的不决定的话 老子就不选了 其实是在逼上面尽快让他来参选 无论是哪一个人参选 只要他代表的是民进党 他就应该为防疫失败 负连带的责任 也确实因为要参选北市 导致不顾疫情跟丢下指挥中心落跑等评论 种种迹象反映在民调上面 根据会有新闻网6月份全国的定期调查 有32.9%的民众不满意 陈世忠的整体表现 又已居住在北北基20岁到39岁的民众 对他的不满意度较高 这结果也是因为民调 让民进党中央征召提名案 迟迟未定案 导致有心人不断的放箭 甚至还说原来蔡英文还在等一个人 这个人是前副总统陈建仁 本来是陈建仁是陈世忠的备胎 对不对 那现在变成陈世忠是陈建仁的备胎 陈世忠是介义忠 一直说人家居村的不爱 所以他小应一定在那里得很久 就是说陈世忠对我有没有好处 是另外一回事 对我有没有伤 那没有伤的时候会进一步说 我哪一个比较信任 自身媒体人周一寇脸书颇文 认为陈世忠不选择假消息 但是提名时称脱太久 怕变成备胎却是事实 装备都出现了连锁的骨牌效应 绿营不止着急 连陈世忠都开始担心 从防疫神坛落下到政治擂台 民众的仇恨值会不会随着角色 level up 第二段志愿李嘉宇台北报道 原本想争取代表民进党争战的罗志正 突然就说我不选了啦 除了党中央说拖了两个月 没有下文之外 又爆出有所谓的阴谋论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 他节目上透露的 他说就是照片应该有吧 有很多个这个人 就是他在背后拖时间 拖到让罗志正自己放弃选新北 这个目的就是不希望罗志正 输得比他好看 毕竟苏仁昌曾经输给侯友宜30万票 如果罗志正选得比他好 甚至打赢选战 面子会挂不住 挂出议员竞选看板 右边市长候选人的位置 却变成賴清德相挺 就是因为民进党新北市长提名人选 始终没有下文 两个月来没有接到任何党中央 来对我任何的一个表态 现在剩下选举不到四个多月的时间 我没有太大的意愿来参选 这次的市长 古登两个月等不到党中央点头 曾经有意愿的罗志正 似乎也被当成了备胎 也难怪不想选了 但新北的小鸡们可急死了 现在有关于新北市长候选人 小鸡都非常的焦急 如果没有院长级的这个战将 是不是可以有部长级的人选 小鸡非常期待 韩话让部长甚至院长级战将出战 新北市绿营小鸡引颈棋盼的母鸡 民进党至今拿不定人选 背后更被爆出阴谋论 点出关键人物苏贞昌 很可能就是在背后卡人 但罗志正难道不是英系苏系的最大公式吗 万一只输了20万票 苏贞昌就没面子 老脸挂不住 所以苏贞昌干什么你知道吗 苏贞昌要拖 拖到罗志正了 没办法选 30万票到底人是要做多烂 多讨人厌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 如果他有办法去扯后腿的话 他应该不乐见有另外一个 真的有机会胜选 或甚至只是靠近侯友宜 对苏贞昌来说 恐怕都不是一个乐见的结果 新北市长提名若沦为绿营派系斗争 只怕是没人想当炮灰 选战还没开打 民进党已经先让选情蓄气大伤 记者郭线阳 蔡平庸新北采访报道 新州市长林志坚 那民进党现在不是真招他选桃园吗 被批评落跑市长 但他说我没有落跑 他说这是被在野党贴标签 但蓝军就大爆料说 有六成因为有个民调 六成的桃园市民都认证了 希望他应该要做完再去选 但是林志坚还是坚持 大家就炮轰说 林志坚你不要再硬拗了 而且还没请辞 就跟桃园市长郑文灿合体去跑行程 这算不算是滥用行政资源呢 你好 你好 新州市长林志坚 被民进党征召选桃园市长后 首次跑桃园行程 还合体市长郑文灿 但桃园市民真的能接受落跑市长吗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有将近六成的桃园市民证为 林志坚应该要做完八年正旗 但林志坚却证为他是被乱贴标签 征召之后那么许多政党的候选人 就试图用各种的方式 要在我身上贴上各种的标签 那么政治口水大可不必 林志坚是落跑市长 已经被六成左右的桃园人所认证了 最新的民调也这样子显示 其实林志坚应拗只是对他伤害更大 在野党也质疑 郑文灿利用市政行程来包装 实际上就是在帮林志坚造势服选 根本是在滥用行政资源 郑文灿又大喇喇的滥用行政资源 开始替林志坚来服选 绿云一直批评地方首长滥用行政资源 民进党是道地的双标大 绿能你不能 但林志坚7月8号才要请慈新竹市长 现在已经到另一个县市跑选战行程 备战年底市长选举 难道能这样明目张胆的脚踏两条船 假挖来跨挖挖来 坐人前放装 你知道这个不只是说人去而已 他的花钱等等可能都是坐在选户的部分 不论民进党打选战有没有搞双标 但林志坚坚持要落跑选市长 还是得先通过民意这个考验 记得黄文军学过好台北报道 搭捷运钱从哪来呢 疫情亏损严重 当然就从你搭捷运我就从你那里来 好开放座椅让厂商来贴广告了 要来总及了 被民进党议员抨击说 破坏了整体车厢的美观也没有效益 但柯P做出解释 最近一走进北街车厢 很明显的发现 塑胶椅背上都出现了贴纸广告 而且几乎是每一张都有 广告厂商按照七月规定 所提出来的列车创意广告 目前共有13列车上刊 档期到七月底 每月收取的固定租金 大约是每个月 1150万到1200万之间 北街收租金赚广告财 但多数民众却认为效果不张 在椅子上的话 就是通常空的座位才会 稍微看一下 可是也不会特别注意 会觉得有个东西 他不会特别去注意看什么 感觉不是很好看 没有什么美观的 有点着乱这样 这样的广告遭到绿营市议员批评 北街想赚钱想疯了 不惜丑话扯相美感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出面解释 这是不得为之 这次电费一帐 大概给节单单电费要三亿 要嘛就想办法 业外收入要增加 不然他就开始有那个 要涨票价的压力 鼓励他们说 如果撑得住的话 你知道 尽量撑住 财务的压力 这个我有时候要体谅他 一年的电价支出 要多出三亿元之多 把北街一整年的盈余 都吃掉了还不止 为什么不回去 检讨民进党政府的电价政策呢 就是因为疫情导致 捷运运量骤降 再加上蔡政府说要大涨电费 才会让26年来 没涨过票价的北街 被逼得只能另寻裁员 补贴亏损 但困者也强调 找金主的前提是 不能牺牲乘客安全 尽量是不调为原则嘛 因为你知道 我们台北捷运公司 一天还有200万人次的运量 加一块钱都是很大的问题 也不要为了要增加业外收入 去影响交通安全 律民带不去批评 制造问题的人 反而检讨解决问题的人 这对北街来说 也只是有害无益 记者黄明君 徐光豪台北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